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歡迎回到我們工程數學的課程 今天給各位介紹一次線性維吻方程式 非常重視的是線性關係 上禮拜跟各位介紹線性有它的特性 好 我們現在從最簡單的線性分程式 所謂的一式來給各位介紹 任何的線性分程式 第一項都可以把它除掉之後變成維吻 一 二 三 四 所以可以把第一項都把它除掉 剩下的一 這裡面這兩個是維吻方程式 一般而言 等式的右邊 假如說等於零的話 我們稱之為不等於零的話就是不等於零的話 就是不等於零的話就是不等於零的話 我們上一次已經給各位介紹了一次線性其次方程式 我們用的是所謂的放射線衰變細菌的增值 給各位作例子 稍微給同學複習一下 假设有一个放射线的物质 它的数目称之为Y 那么它随时会衰变 它衰变的数目正比于Y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在时间YP加留个大眼睛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为 等于它在时间T这个时候要更少 因为是衰变 而且少多少呢 少的量一定正比于它在那个时候的Y 而且正比常数称之为K 然后呢 经过多少时间 经过DeltaG的时间 所以往前走DeltaG 就比原来的Y的数目要小了 时间乘上数目乘上数目 所以我把这一项把它移过来 当DeltaG居进于0之后 我认为这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什么微分的定义 这项是不是就是微区分的微分定义 假设是细菌的增值的话 这个就是正的 我的方式现在是外变 这就是负的 那这个方程是一个起始条件 当时间的与0的时候 它叫做y0就是我们叫condition condition 那这个上次我给各位介绍过了 它的解非常简单 尤其在表同时 这个方程是一个什么方程式 可什么 可分开 除了格数外 y的1 y0 y的4 然后这是一个常数 就比较简单 假设是一个函数的话 这一项就变成为负的 k r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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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就進入我們今天的綜合性 一次線性非其次方程式 這也是我們拿到的一次方程式 我們首先問自己可不可分開 好像分開 有沒有什麼代幻 好像也沒什麼代幻 第三招叫什麼 正合 我們看是不是正合 我把它寫成為DX 就是QX 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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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X 可以外套 然後呢 手機 N E SPEX U U M 相等 不相等 那有兩個公式 上一次我有跟各位導過 假設 DM DY DM DX 要除上M跟DX 假設除上N的話 有沒有希望 有 有 除上DM有沒有希望 有 除上DM有沒有希望 沒有 所以這個 是解決 U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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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純粹的X函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這個原來的函數 原來的方程是 不是正合 但是兩邊把它乘上 現在是 H1 7分 p mous miesz 記不記得 這就是我們的 7分 名字 信不信由你 這個方程是 等上了1的pxpx 這個就是一個正合函數 我們花個兩分鐘來證明看看好不好 這很有趣的一個維基分 所以我們新的 我可以把它寫成為 好 OK,所以這是我們新的 這是我們新的 Any question? 什麼問題? 你該問我啊,不要問你 你對我怎麼這麼這樣的歧視啊 你不問我,你問他幹嘛? 什麼叫不打擾?我就是給你們打擾的 他才是你不應該打擾的,你知道 他在學習當中,懂不懂? 那快打擾我 哪一個? M,這是我們新的M 因為我就乘上我的積分因子 所以原二方程式不是正確 我就找出我的積分因子 再乘上去,去變新的一個微分方程式 這個微分方程式跟前面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現在可能變成正合了 我就要證明給你看 所以Dm,Dy,這個對y為分 我們要找一個負 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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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因為P的是X含數 然後是N,我們要對X為分 哦,來試試看 來,D,D的T,D,X D的X 這圍端好像沒有這個公式 記得我們再拿上我們的紅筆 把它捏出來沒有夠紅筆 那我們組三個 真的沒有紅筆 好吧,假設是紅筆 這裡是一個圓圈 我也希望這也是一個圓圈 這圈可以為分了嗎 一的圓圈對圓圈為分 一的圓圈,可以吧 然後原來是這個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圈 它可以乘上P的圓圈 D,X,知道嗎 同意吧 同意哦 這個呢,我把它寫開 這個意思是D,D,X 圓圈是什麼?P,D,X 我現在用口述法 有一個函數它叫做P 然後我們把它對X的積分往前走一步 然後得到結果 我再把它對X做為分往後走一步 又等於什麼?P 這叫什麼原理? 什麼定理? 唯一積分基本定理 英文叫什麼?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要記得這個唯一積分你覺得第一個定理 老師弘弊 哦,謝謝 老師有加分嗎? 那當然啦 有絕點嗎? 本來要加30分的 可是他在講我去加10分 本來要加30分 好,不好意思 一樣30分 好 大家來看看 超廣的 所以唯一積分積的定理這個得到什麼?P 所以唯一積之後變成什麼? 我的符號是哪裡來的? 前面 哦,前面的符號 謝謝 太好了 所以 Lp 怎麼樣? 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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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超過了 哦,對不起 所以我再重訊來一次 這個呢 等於 好比說我一個負的D E的P PX 然後PX 這裡面我們就用紅筆 這裡面我也希望變成一個紅筆的 所以這裡給它做一個 D的紅筆的PX 所以消掉 完全合理的做法 完全合理 那大家看看這個 任何的E的什麼東西 對什麼東西為分 就是E的 黃泉圈嗎? 黃泉圈叫什麼? PDX 積分 然後這一項呢 是對 我把它寫成這樣的形式 這就是什麼? P這個函數對X積分 得到的結果 再對X為定義 這等於什麼? 這叫什麼定理? 為積分 積分 定理 所以這個等於 負的 D1 D2 什麼正合? Yes 既然是正合 我們就 乖乖乖的把它 積分起來 所以我們會一定找到 一個盤數 叫做 mu 它是等於 m px 積分 y是盤數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積分也是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不要怕 好 E的 P P X Q J P Y E的 P D X 好 這個可以 X X F 因為 P 我們不知道 Q 我們不知道 這要對DX 積分 所以能不能 積啊 積不出來 我們只有規規矩矩的把它寫出來 這是第一項 因為我們不知道Q是什麼 P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規規矩的寫出來 那這個是對X積分 大家看看 你看 Y是常數 所以 反正 Y是提出來的意思 意思就是你要對一個奇分叫做 P E的 P D X 你要奇分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做法有很多種 但是我今天用另外一個方法給各位來試試看 我們猜猜看什麼答案 或是我們問自己 什麼函數 唯一分之後 會變成這個樣子 什麼函數 唯一分之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會變成它裡面那個核心 積分的核心 Core 讓你們五分鐘前才看到 你們五分鐘前才看到 看到 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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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積分起來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方法 我剛才把這個為分得到什麼 得到P1的積分 所以要奇分的方法 我這次叫做 好玩法 正確要做 是要用什麼 讓部分奇分 以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先用這個方法給各位看 所以這個積分 這個 唯一分之後 我就得了這個 所以積分就變得很簡單 再加上R進去Y 一個P0X 好的 可是呢 這裡面 可能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可能還有一個位置的 Y的常數 Y的函數 我們不知道 可能會分掉 好的 這個又等於 N DY X 來 N 是等於 負的 1的 D DX DY 因為X對於Y來講 這個常數 這個奇分 可以放到這裡 負的 Y 1的 1 加上一個 A A 所以是X的函數 所以你看 比較這兩個 比較這兩個 這一項 與這一項 大家會一樣 這一項是誰呢 這一項是誰呢 好 A 好的 你把我的最後的結果寫下 最後的結果寫下 最後的結果就是 7分 1的 P DX Q DX Q DX 我這邊Y寫到這裡 然後 加上一個 因為這要等於常數 對不對 不是凝望 是一個常數 所以常數寫來這裡 好的 再來不是最乾淨的 最乾淨的就是我把這一項 除到這裡來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 Y Y 這就是我們一次線性非其次方程式的解決 這個C 是我們的積分常數 我要知道的話 必須給你一個起始條件 就把C求出來 以上所講的都不懂 這記下來就好 這記不下來 我告訴你 我們之前學了什麼 正合方程式 我一輩子沒用到 這個方程式呢 只要你是工程師 尤其是機械工程師 一天到晚都用得到 你的電路學馬上就用到 你想要一輛打混的話 是過不了的 工程數學一檔了之後 這個很多科一起被檔 再過一個月我們教這個 蠟蠟轉換 你再不學的話 你三年級的自動工資也直接被檔 所以你們看著辦 看你要不要背 前面導入工資你不會 你把它背下來 簡不簡單 接下來就是積分的問題 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問題看看 好難 不會了 這都是你們自己的那個 就是你們的那個 不是的不是的 不是的不是的 好 請問沒那麼久 來 先做這個 好的 首先請問 這是幾次 幾次 一次 重要的問題 請問是不是線性 線性有兩個條件呢 哪兩個條件 微噴向規規矩矩出現 微噴向規規矩矩出現 達到了沒有 達到了 第二項它的係數 可不可以是y的函數 可不可以 是不是y的函數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是不線性 是的 但這個寫法 我們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x出過來 x不是4 這個6呢 變成5 所以這個負的 就是叫做px 這個叫做qx 來 代公式 其他就是 沒有什麼挑戰性的 代公式就是 來 這個y i 等於 1的負負得證 1的p 所以是負負得證 所以那是證 然後這邊是負得證 OK 前面這個 等於是4倍的 x分之1px 這是什麼 1四的 loss 對不對 所以就把它寫成為 x的四次方 對不對 然後這邊一個1 所以這地方 x四次方去natural 再去exponential 這是一個 互相為反彈數的 這邊成為x的四次方 好 再來 所以這一項 我們就知道是x的四次方分之1 不用再做了吧 就是負的 這邊得了x四次方分之1 可以了 好的 成這樣Q 就是x的五次方 也有x 所以變成為積分 x 1 x dx 好的 我講過我們積分的方法 除了被一些奇怪的公式以外 我就說 這個積分的x分之1 x 這個你要背 除了這些以外 其他都不需要背 那麼積分的方法 基本上兩種 一種叫做鋒比代換 另外一種叫什麼呢 叫做部分積分 我給各位介紹一下部分積分 所以你下次為積分 這個剛剛進入的人 不要懷疑這是工程數學 但是我們的工程數學課 就是給各位為積分一起 來複習 所以你過 我們兩門都過 所以各位想有再重修為積分的話 加油一下 什麼叫做 integration by parts 就是我現在有積分這個積分 沒有公式可以配 我們來試一下 假設我有一個方塊 這個叫做u 這個叫做b 就跟hyz一樣 然後這個 假設這邊是45度 45度的話 這條線我們就知道是u等於b 好的 假設我給你一個積分 我的積分是這樣子積分 這裡加是u 所以這個叫做du 然後呢 我把每一塊 面積把它加起來 意思就是一小塊一小塊加起來 那麼就是寬度乘上高度 高度的話u等於b 所以就是vdu 那為什麼就不寫udv 那udv就是二分之u平方 沒有什麼好算 那就可以算了 我們現在就早不能算了 這個是不是就是這樣子的積分 同意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叫做b 所以這個叫db 我也同樣把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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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加起來 然後這樣一塊是不是就是高度是u 寬度叫db 積分 所以這是下半部分 這是上半部分 我把它加起來 是不是就等於這個方塊的面積 u成這樣 這個就是部分積分的基本道理 所以假設你這個積分出來 沒有什麼 我就把u b v這個積分